嗨大家好 先謝謝各位昨天在電視或者是直播上 關注我的比賽 為我加油打氣 楊宥偉東奧柔道奪下銀牌 一夕間全台爆紅 25日早上他自錄影片 向全台灣粉絲道謝 謝謝大家 那很開心能夠為台灣柔道 拿下第一面奧運銀牌 那其實自己的目標是金牌 心裡雖然會有些遺憾 但是我覺得這會是我前進 2024巴黎奧運的動力之一 楊宥偉坦言沒拿到金牌不免遺憾 2024巴黎奧運屆時他26歲 仍是柔道選手巔峰年紀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柔道 然後為台灣柔道選手加油 多下我國柔道史第一面奧運獎牌 楊宥偉全功讓世界看到台灣 不只選手民眾也開始對這項運動產生興趣 楊宥偉的媽媽曾是柔道選手 解釋柔道中請記一詞 也就是選手雙方在地上角力 關節技三角固壓制都算 沒機會發揮 為什麼 不讓他做地板動作 對啊 一坐下去馬上就爬起來 就是以戰力然後去 去讓楊宥偉去犯規 金牌戰日本名將高騰直壽 戰略考量不讓楊宥偉請記 而是誘導犯規 也就是希望透過指導 讓楊宥偉再拿一張黃牌 他身上本來就多一張 就算兩人同時吃牌還是被淘汰 一碰請記指導這些柔道術語 一戲間全台都在查 想瞭解背後含義 台灣族戰士楊宥偉 在台灣帶起柔道熱場